大家好,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在早晨四点的时候看一看芝加哥的街景 我有这样的一个机会,因为我要去加州 早晨四点就爬起来了,就要去赶飞机 这是我们下飞机时候的模样 这妞是很喜欢去加州的 因为哥哥住在那里,并且哥哥对她是很宠爱的 就因为小妞喜欢吃burger,所以哥哥就要去给她买 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,我还是更喜欢吃我的午餐沙拉 来看看小妞在爸爸和哥哥之间有多开心 哥哥在小妞心中肯定deserve a大特写 芝加哥已经是冰天雪地了,但是加州还是繁花似锦 到了哥哥家,小妞最喜欢的当然是这条狗了 今天是12月24号,瞎瞎小妞的生活多么的休闲 可以想象吗?在加州还可以游泳呢? 今天小妞可是破了纪录了 在12月24号还可以游泳 当然破纪录的不只是她,还有daddy 当然圣诞前夜少不了美食了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吃的 看看这三位笑得多开心 好了,我也该吃圣诞大餐了 我们明天见吧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